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在越野行业广顺欢迎 但是你知道顶级的吉普木马人到底是有多流吗 在街南的峭壁上面 面对一个陡峭深坑 深坑里面还有大人积水 一般车辆恐怕一下去就歇菜了 吉普木马人月人依然能掌控全车 小心一点行驶 一边的轮胎值悬空 另一边的轮胎也能紧抓地面 底盘够高重心够稳 不怕峭壁深坑 但不可能危险地面都能安全驶过 优秀的越野性能可见一般 这也得益于吉普木马人的非独立悬挂系统 悬挂系统是汽车车轮车架与轮胎间的联通装置 帮助动力传导 同时也承担起解证的作用 悬挂系统能提高全车的安全性 稳定性 舒适性 是现在车行动的重要组成元件 而悬挂系统也分为独立悬挂系统和非独立悬挂系统 一般独立悬挂系统的轿车更加娇贵 不爱操 适合平坦的路面 适用于城市行驶 像奥迪Q7等车辆都是 所以也不适合越野 而对于野外的越野车绝大数产用的是 非独立悬挂系统 像吉普木马人就是这样 车身更加结实 加上车座底盘不低 遇上暴雨也不怕 即使一般的水坑水沟也有马下